泥丘烧豆腐是一道很好吃的家常菜 怎样做泥丘才不腥,豆腐入味呢? 下面就看大厨的操作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齐师傅 欢迎来到我们课程 那么本节课程我们将学习到 泥丘的窄沙处理 以及泥丘烧豆腐的详细做法 泥丘窄沙过后倒入盆中 加入适量热水 注意水不能太烫,50度左右就好 然后加入一点香醋 加入香醋的木笛呢 更好地洗掉表面的粘液 也有很好的去除土腥味的作用 我和大家有说过很多次 鱼身上最腥的部位就是鱼牙、鱼血 还有表面粘液 泥丘也不例外 近拍大家看一下很厚的一层粘液 如果不清洗干净会很腥 而且影响卖相 毫不夸张地说 这种土腥味是生姜和所有调料 都无法掩盖的味道 所以深度清洗非常有必要 整个过程我讲的比较详细 如果您烧的泥丘或者黄扇总是不太理想 我建议您把视频看完 准备一块盐卤嫩豆腐 切成大小均匀的方块 放入碗中备用 这里的蒜子要多一些 我们把两端的头尾给它切掉 切掉头尾的目的呢 第一让它更好的释放出味道 第二在成菜的时候更加美观 我们把切好的蒜子放入碗中备用 两颗香菜两颗香葱清洗干净备用 青红黄椒切成圈圈备用 少量咸肉切成片备用 没有咸肉的也可以用新鲜五花肉来代替 现在我们来调制一个烧泥丘的酱汁 这一步非常关键 碗中加入生抽大约8克 香醋的用量要比生抽多一些大约12克 加入一点蚝油增加鲜味增加浓郁度大约8克 加入鸡粉小半勺大约3克 不喜欢也可以不加 加入3克白糖提鲜味增回味 加入黑胡椒碎小半勺大约3克 这个非常关键 加入适量料酒稀释调料充分搅拌均匀 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烧泥丘 狂扇烧甲鱼都非常不错 我会以文字的方式把所有用料配方打在视频的最后面 大家可以去截屏保存 好了已经废话了4分多钟 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关键在于前面的灵魂料汁后面就简单多了啊 洗锅烧水把咸肉焯水去除多余的咸味 豆腐也焯水把咸肉的咸味融入进去 也能有效去除豆腥味 然后重新洗锅把锅烧到很热 注意一定要烧到很热加入一勺色拉油 这个时候把锅润一下把里面的油倒出来重新加入一些凉油 然后往锅里均匀的撒入一点点盐 大家听好这个口诀啊 热锅凉油加一点盐煎鱼不粘锅 然后把泥丘表面的水分吸干 整齐的摆入锅中 刚下锅的时候先不要急着用锅铲翻动 可以转动锅子让它受热均匀 中途可以加入一点油从锅边淋入以防糊锅 底部煎到定型之后 可以翻到另一面给它进行煎制 经过煎制的鱼再烧呢 能有效减少它的腥味 注意这个泥丘也不要煎得太老啊 否则烧出来会有点硬 重新洗锅加入适量的油 倒入蒜子用小火给它爆香 炸至金黄 这里和大家说的是最好用菜籽油 由于我这边新工作室刚开始准备的不是很充足 蒜头炸至金黄捞出 然后放入咸柚或者五花柚片 中小火煸炒炒出油脂炒出香味 然后下入葱 也可以加入两片生姜 加入少量花椒 喜欢吃辣的也可以加入干辣椒 加入15克左右的豆瓣酱炒出红油炒出香味 然后下入泥丘 加入适量料酒从锅边淋入 紧接着加入长浆水 水量需没过泥丘两厘米左右 才能经得起15分钟的炖煮 加入香菜盖上盖子 用中小火先炖5分钟左右 把泥丘先炖熟 然后把切好的豆腐也倒进去 然后倒入这个带有黑胡椒的灵魂料汁 注意这个非常关键哦 加盖继续炖10分钟左右 时间到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 已经闻到很鲜香的味道 为了成菜不至于乱七八糟 我们把里面的生姜葱挑出来不要 然后倒入找好的蒜子 如果蒜子放得太早的话呢 会烧得烂掉 很不好看 加入一点猪油 使整道菜吃起来更香 更滑口 最后倒入青红杭椒圈 转大火烧一分钟左右 大火的目的是把汤汁收得更浓稠 让它更挂位 看起来也更加富有光泽 最后可以出锅 以下是技术总结 第一 泥球表面的粘液必须要清洗干净 第二 我这边用了咸肉 而且豆瓣酱比较咸 所以不用放盐 第三 灵魂料汁是关键 也可以烧黄扇或者甲鱼 好了 精彩短暂 创作不易 如果喜欢我视频 请给我加加关注 点个赞 谢谢啦